大家好 我是913 到老家了 吃完饭没事啊 出来溜达溜达 看看我们的各小村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了 大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这个呀就是我们的小山村 看见没有 满个道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今天那阵林我爸 上林村去买酒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趣的事 一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小村啊 大概能有三四十户人家 现在像我这么大的在村里待着 也就过年的时候能回来 基本上都不在村里待着 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在市里回来到 农村老家是不是得隔离呀 其实啊我们现在也不用隔离了 一是呢我们回来的时候啊 做完核酸检测 再一个呀 我们长村的市区已经降低为 低风险地区 所以说我们的老家呢是在长村的外务线 最新政策出来之后啊 回家都不用做核酸和隔离了 前面那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的小山村 刚在村里出来走过来 这边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的学校 以前的学校 这个以前呢是我们的中学 长春市第176中学 现在这个中学也已经黄了 因为没有学生了 前面那个呢是小学 我刚才跟大家说发现有趣的事就是这个 小学 一会儿到跟前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呀就是我们以前中学的大门了 在这念了好几年的书 两边大门上边 外边瓷酸的名称已经没有了 以前写的长春市第176中学 这呢现在 大门已经上锁了 里边 超厂都已经变成苞米地了 现在里边都纵上地了 前面呢就是我们以前的教学楼 现在已经废弃了 我上学的时候啊 学生比较多 一个班能有 四五十个学生吗 两个班加起 一个年级就是两个班加起能有八九十 一百来个 现在呀 黄了 一个学生都没有 我上学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中学就已经翻新过一次 以前的超厂啊 宿舍楼是得 靠到边这边 后来因为年久失修 所以说就是翻盖了 盖到锦里边那个位置 现在这里边也不行了 都已经废弃了 我们家呢离学校是相当近了 从我们村除了呀 走到也就不到五分钟左右吧 就能到学校了 我们这边啊 基本上属于中小联读 中学跟小学啊 仅有一墙之隔 锦临中学的这边就是小学了 三道小学 曾经我在这就读了七年 现在这个小学也经历过两次的翻盖 后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 后边重新盖成教学楼了 刚才呀我还准备进小学里边参观参观 看看曾经我就读七年的小学 但是现在外面大门已经上锁了 想进呢也进不去了 只能在外边看看 小学呀没进来 现在中学我进来了 那大门呢有个空 我直接钻进来 这个就是 我们曾经的操场 这是旗杆 以前升旗用的 这个 是一个讲台 现在这个讲台 这里边都长树了 我讲台都只碎了 升国旗 这么 我发现这上面这个树啊都是长上的 我以为是假的 刚才耗了一下没耗动 这个就是我们曾经的讲台 在上面领操啊 升国旗呀 还在这上面演过节目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曾经的教室门口了 里边还有东西应该是 还有人在这打经 还有脚印里边还有烧彩 这个呢就是我们曾经的教室了 那边是初一 这边呀是初二 那边是 教室的办公室和初三年级 小学那边进不去 但是中学我进来了 在中学这边也可以拍到小学 现在呢我上前面给大家拍一拍 我曾经的小学 为什么要拍小学呢 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说的那个 我发现一个比较有趣的事 都想一对一教导 现在我们小学终于实现了一对一教导 多的时候啊也就一对二一对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听我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旧小学部 这边就是新的小学部 这个楼啊建的还是挺气派的 我们这个年龄段呢 听我妈妈说 她生我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实行计划生育 所以说一家也就一个孩 多的时候是两 三个四个的那基本上就很少见了 因为生态度啊真的得爱房 所以说 一家的孩子呢 岁数也没差太多 等我们再查毕业之后 往后就是 再小的基本上就没有了 等我们长大了之后 孩子基本上都 都在市里或者是都去外地了 很少在农村留守的 所以说这个学校的人就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以至于后来我们中学都黄了 现在的小学呢 一个班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能实现一对一了 一个班最少的是一个学生 多的呢 两个三个 最多不超过五个学生 一个班就这么几个学生 我以为小学也跟中学似的 早都黄了 今天 因为我爸 上林村去买酒去 回来一看 我发现这个小学 又重新盖一个楼 这么几个学生 居然又盖了一栋楼 做门给这几个学生 学习用 实在是太奢侈了 看看现在这帮孩子 学习环境多好 一对一辅导 一对一教学 而且还有教学楼 我们那时候啊 座椅板凳都比较破了 这期视频先给大家分享到这吧 外面实在是太冷了 这边啊 学生 曾经的操场 沦为宝米地了 咱们下期再见 我得回家了 太冷了 太冷了 哈哈哈